在媒体揭露政府资料库再度发生国民个人资料外泄后 内政部长杜斯里韩扎在努定今天表明 当局肯定会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 同时传召涉案者问话绝对不会轻忽 不过他也强调遭盗窃的个人资料 并非直接来自国民登记局 而是其他获得允许得以接触资料库的第三方机构 我们正在做真正的准备 因为人们可以说他们有发生的资料库 但是我们有机会提供的资料库 但是我们有机会来自国民进入 它并非来自国民进入 但没有某些公司 我们给予权 他们取得的信息 他认为事件两度发生后 确实有必要检讨现况 内政部将会重新审查 作业程序 决定是否继续允许相关机构 取得登记局资料 含沙补充 随着当局开档彻查案件 相信调查结果很快就会出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